我现在要去的是高雄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店叫绿社我记着 之前我经常去就是你永远在这里不会踩雷 整体的综合性价比很高 然后它正常是办的 然后你聊完之后是可以全的 大概台湾都是这个 台湾的风俗就是基本上都是办的 然后你聊完之后可以全 如果加个一千加个两千什么的 之前我聊加两千加一千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家谷歌的评分很高4.3分 我发现这条街好多都能要三听 台湾的交通很诡异 只有给车指的没有给行人指 行吃一口饭 这锅天虽然卖向不善吗 却不得不是 刚缺饭现在就吃汗水律社 然后我路过了一片 算是夜市吧 有点香港的感觉 好于一个台湾 这好南瓜 这家不知道是啥 律社在帮了 两天之后 刚过完六合超市 然后我今天聊聊 那家我总区的律社怎么样 服务也就还不错 先总结一下 第一点价格 它是一千八 然后之前的时候是一千六 最近你老年好像涨价了 然后是默认半套的 但是你进去可以和姑娘谈 就是如果做全的话就加钱 然后大概去加五百一千 这一千五都可能 但基本上都是五百一千的 第二点我说一下服务流程 就是因为它是万能 是它可以捧了 然后它是全 然后姑娘去陪你一起洗澡 最后的话就是先帮你简单按 然后先帮你出来 然后之后再给你好好按摩 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 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流程是非常对的 但在大家的印象中 是不是很多都是先帮你按完了 然后最后再帮你东西 我觉得这个流程是完全不对的 但台湾的话就是先弄出来 然后再 然后我今天碰到的一个 是东南亚的朋友 那个巨大也很主动 然后我本来去没有想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口的办 他提本班要舒服很多 然后他可能没有听明白 他就直接下来了 然后加了五百也不贵 反正整体的提案还不错 然后年龄的话大概 他跟我说的应该是实话 大概三十四吧 有小孩了 小孩好像都十多岁了 因为他们东南亚人结婚早 所以我总结一下 台湾这个整体的价格 大概是在 比如说你只做半 一千八然后带口子 然后如果你要全的话 就加五百或下一千 也就四百多 五百左右人民帝 然后整体的话 性价比就非常高 非常高 整体时间是五十分钟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可能和东南亚没法比 因为东南亚可能物价更低一些 但整体的话 比如说东亚这块 我觉得台湾的综合的 CPG是最高的 日本是没有办法比的 你就拿松脑心理来说 它一万六起 一万一算人也可以 然后也差不多五百多 也比台湾那个贵 比台湾的权还贵 所以说我其实更喜欢 就是台南方面的 高雄这块的娱乐产业特别发达 台北我没有找到这种特别正的店 可能年轻的话就大概得上千人币了吧 当然我再回忆一句 日本的风俗业依旧是全球最发达的 日本的玩法依旧是全球最多 泰国不相上下 反正日本整体的就是服啊 什么的玩法就会很开心 叫你有钱的话 我频道应该有很多台湾啊 香港的小伙伴 那你们一定要记得去台湾高雄 这里才是男人的天堂